那個call啦 就用類馬的方來判斷 那如果這一招行不通的話 恐怕你就要想想看 當然如果這個不行 有沒有別的方法 一定有啦 只是說你要熟練 其他函數的解法 要不然的話 更麻煩的 如果實在沒有 裡面內建的函數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恐怕你就要自己寫程式了 OK 所以我剛剛也試了一下 我把這個問題丟給那個ChargePT 那我問一下ChargePT 如果我想要判斷什麼 Excel裡面的那個 就是有哪些函數可以判斷那個 資料是否為中文或英文 不過我是覺得 他這邊回答好像就 最後給我一個什麼 給我一個程式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遇到很多狀況 假如內建的函數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你就要有能力自己去寫個程式 不然那個問題就只能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不得了 資料量少還可以慢慢弄 但是如果這個資料都幾萬筆以上的話 哇 那不得了了 那這個絕對不可能用人工的 所以以後你們這些都會遇到啦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Function 所以這個就自己寫Function 然後他就寫了一個什麼 Is the Chinese Test 有沒有 然後你把資料給他 他幫你做判斷 不過我是覺得 當然啦 解決問題絕對不一定要想一個難的啦 你可以簡單解決就簡單解決嘛 不一定要弄那麼複雜 所以後來我就看了一下 是不是有別的方法 想了一下好像還有別的方法 比如說你可以看插入函數 裡面呢 文字類裡面還有一個叫len 剛剛有用到嘛 但你有沒有發現 len的下面還有一個lenb 為什麼len還有lenb 然後lept下面有個leptb 那這個b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b指的是byte的意思 那如果說用len呢 指的就是他有算幾個字 那比如說像這邊的話 不管是中文 不管是空白 不管是英文 數字都算一個字 可是呢在中文裡面的話 以這個來看 中文的話是兩個byte 英文數字空白都是一個byte 所以呢 如果我們不用call 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不用call 其實還有另外一招 哪一招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len對不對 算一下這個裡面的字 假設16個字對不對 那因為len是算他裡面的字喔 按確定 那如果假設我旁邊在這個儲存格旁邊 再用另外一個叫lenb的話 那他得到的結果會不會一樣 一定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把中華民國有沒有 都算兩個byte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多 等於是16個字 但是裡面卻是20個byte 那你想說 那老師如果針對英文的話 會有同樣的狀況 其實你像一下填滿大概就知道 如果他裡面全部都英文的話 並沒有任何一個中文字 那len得到的結果跟lenb的結果 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不是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做個邏輯判斷嗎 如果len瓜糊裡面的結果 等於lenb的結果 那他應該就是英文的 反之他就中文 有沒有 這個也是個方法 OK 所以如果假設像剛剛同學 有遇到那個code不行的話 那就是找別的函數吧 就是這個地方不能 你就換個方法吧 如果說實在是找不出別的方法的話 那就麻煩了 可能你就要有一個能力 就是你要自己寫程式了 不然的話你這個問題就出法鏈鋼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那另外請各位 今天的作業其實就繳交 就把前面剛剛沒有做的 就把它做一下 然後有空格你把它試著做 比如像這個right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right應該蠻簡單的 自己練習看看 那有個地方可能會發生問題 這個mid的練習 剛剛同學會發生問題 取前四個字 那結果你應該會用吧 就是mid 那mid他跟我要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資料在這裡 第二個第幾個字呢 我從開始就第一個字 取幾個字取四個字 那公式取完之後 底下結果一樣看到0551嘛 那可是你按確定之後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得到的結果呢 它不是0551 而是最後的公式 那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該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跟函數跟公式無關 這個跟格式比較有關係 格式你說格式為什麼 因為假如你遇到這種狀況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格式設定錯誤了 什麼意思呢 我習慣滑鼠放在儲存格上方按滑指右鍵 有一個叫儲存格格式 OK 或者其實不用儲存格式 從這邊進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看到是 它的數值會停在這個文字 如果你假設格式是文字的話 它得到公式 那你說那我要怎麼樣得 如果我要得到最後的結果的話 很簡單 改回通用格式就好了 OK 那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從上面可以看到 因為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邊不用切啦 上面就文字 那如何改 很簡單 把它改成通用的 按確定 但是你說老師怎麼沒有變呢 因為它必須要重整 那如果重整 游標放上面的資料編輯列打勾就可以了 就這樣 OK 那底下怎麼改 反正就是 我是建議你乾脆向下填滿嘛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第八個 你就把這個數字改成8嘛 然後五個字的話 這邊改5吧 有沒有 打勾就好了 就有了 這個的話就是第三個字取兩個字 那這邊改3 這邊改2 這樣比較快 OK 好 那這樣的話主要是格式上的問題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上面是文字的話 有沒有 如果這邊的格式是文字 那做出來結果就不對 所以你把它弄一下 像剛剛這個文字就不對 可以從上面這邊可以看到 或者從這邊可以看到 按右鍵出入格式